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猜是F4.0 再说复射 这块比前代欧撤确实变化不小 庆位已经用了三年的双IMX586 改成了四射 而且三颗复射都将采用同一颗索尼IMX858传感器 分别作为超广角 三倍直立式长焦以及五倍前望长焦 尤其是这颗三倍长焦 它的加入对应上了莱卡所提到的全焦段和大光圈 对比小米13PO 除了底有所升级外 光圈也从F2.0提升到F1.8 坏消息是 长焦微距没了 好消息是 暗光长焦更猛 可能要硬钢华为和OPPO 包括五倍 小米13Ultra似乎也会通过做打光圈 来提升它的夜景表现 莱卡还提到了 小米13Ultra的全镜头 将会实现一致的优异光学性能 如果Tiger没猜错 应该除了画质之外 还有色彩上的统一 另外 看着酱子堆料的相机 外观这块也逐渐放飞自我了 外观设计 上一代的小米12SUltra 搞了一个方形DiCo加圆形模组的天元地方设计 现在来到小米13Ultra 整体的设计有所延续 但又不是完全延续 大致的渲染图 相信小伙伴们之前也看过不少了 简单描述就是去掉了方形的DiCo 但极深搞了个小米版的不可能的曲面 不过相比一开始的版本 在最新版本的手机和曝光图里 小米13Ultra这个后背 这个凸起会更收敛一点 没之前那么突兀了 如果Tiger没猜错 这么设计 主要应该还是为了降低模组的凸起程度 毕竟像Vivo X90 Pro Plus Oppo Final X6 Pro 这两机子的模组凸起程度 基本也快到Tiger能接受的极限了 就是不知道 到时的手感怎么样了 配色的话 很难受 大概率是既没有陶瓷 也没有AGE 玻璃 又是一个全元素皮 其他配置 作为小米13系列的超大杯 除了影像拉满之外 其他的配置 自然也都是堆到顶的程度 像骁龙8G2处理器这种 已经算是最不起眼的部分 比较值得一说的是 这次在内存和存储上 会给到更丰富的选择 以前12GB加512GB 就是顶配 现在嘛 最高可以选到16GB加1TB 就是感觉 这价格 应该也得往上突破突破了 用什么屏幕 算是小米13 Ultra上变数比较大的部分 正常来说 应该是用和13Pro 同款的三星 2K16曲面屏幕 结果这次阿米不按套路出来 选的是来自画星光电的最新屏幕 2K分辨率 120Hz适应高刷 12bit色深 高频TWM调光 全链路杜比世界 看参数比开60那块还更强一些 那这一次 中国产品能不能干翻三星呢 不过形态大伙就不用再报直屏的希望了 这种奇景 肯定还是双曲面加中止挖口 倒是据说 这次会在前摄加入超广角的功能来加强自拍 再说快充 小米前两代Ultro的67W放在现在 确实是不太得见了 前些日子 小米13Ultro的入网信息 已经实锤 这次的有线快充会升级到90W 没上120W的原因 应该也是综合电池密度的考虑 同时搭配50W无线快充 和5000mAh电池 当然 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 小米13Ultro终于要把祖传的USB2.0 升级到USB3.1了 总体来看 小米13Ultro的堆料 依然会是安卓阵力最顶的那一道 尤其是影像部分 去年和莱卡合作的首款作品 小米12SO出来 对于小米来说 这是小米影像的历史转折点 有了明显的风格 也不再只钻研与堆料 而对于这个手机行业来说 它所强调的影条 不管大家承不承认 这确实也是成为了 今年影像旗舰们的主流新方向 以往的疯狂压高光 大力提亮部 不那么受欢迎了 再加上现在采用一英寸 主射的手机越来越多 Tiger也很期待 小米这次还能交出一张 怎么样的答卷 最后 虽然小米没有在这次的预热里 公布具体的发布日期 不过根据猜测 4月11日或者4月18日 应该就这两天二选一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小米实在拗出 还有哪些期待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